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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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科學書會把地球的橫切面圖切出來給你看 甚至乎有個模型 老師拿出來給你看 外面有一陣很薄的地殼 當然地殼外面有一陣大氣 然後這個地殼很薄的 就只有幾公里那麼薄 有人甚至乎打比喻 如果地球是一個足球那麼大的話 你的地殼就等於一個郵票那麼薄的 你可以想像那個 外面真是一個很薄的殼來的 這個地殼 但是以人類的力量來說 你要轉穿它都是爛的 我們今天甚至乎都應該有機會講這個問題 然後地殼以下就有一些岩漿地蠻這些地方 你可以想像地球自己本身的半徑就是六千多公里 外面那幾公里就是地殼 十多公里左右的地殼 然後由三十多公里 一直到三千公里左右 中間就整個層 好像月餅那堆蓮蓉 其實就是個岩漿地蠻 然後再進入這個核心 那顆蛋黃呢 其實就要分兩層 有分一個叫Outer Core 和Inner Core 密度是有不同的 那麼現在看到那個Outer Core 就是一個 你可以想像那個月餅蛋黃會流汁的部分是液態的 然後最裡面就有個固態的鐵的一個core 所以就是一個內核 外核 地蠻和地殼 從內到外這樣數出去的一個結構 那麼會不會再有些新的細節的東西呢 其實是對的 我們就學多一件新的東西了 好了 那個 譬如說 平時我們看到的那些岩漿流出來 譬如最近冰島那些 在哪部分流出來的 一定是地蠻的 只能是 我們沒有辦法去拿到任何關於外核和內核的東西的 但是我們怎麼知道它存在呢 其實我們就只能靠那個地震波的分析 當你有一個波動在這個地球傳播的時候 那麼它會有一些地震波不只是在一個地殼表面傳遞的 它也都會在地球整個東西中間那裡傳遞的 不同的密度的媒介 它會對於那個波動傳播的行為有不同的反應 那麼所以我們就是觀察它那個波動的速度改變了多少 那個折射會變了多少 那麼就會結論就是 哪一處有哪一層東西在那裡了 就是我們怎麼決定有內核和外核呢 是用這種方法找出來的 我們怎麼確定有個核心在那裡 也都是用這個地震波測量的方法去找出來的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我現在有個球體 我敲敲它 它如果聲音是怎樣的 就代表裡面是空的 聲音是怎樣的 就代表裡面有些東西 是不是一個這樣的概念 是的 然後甚至乎層次再多一些 現在你這個球裡面是球中有球中有球的 裡面有幾層的 你就照搖一下去拿一下去 是不是 就是以前小時候踢球的球沒繃好很久的膽子都離開了那個殼 那你搖一下去聽到裡面有個內膽的聲音 是不是 那如果你想像一下裡面是膽中有膽的 那你搖一下的時候你會聽到好像有幾個東西 你會聽到那個聲音出來 那其實真的 我們那種叫做用地震波來聽一下裡面是什麼 是同一個原理來的 我們真的用地震波分析它的信號來聽一下它 裡面是有幾多層的東西在那裡 那現在用地震波是不是聽到一些新的東西呢? 現在最新的聽到是什麼呢? 那我都要看那個研究來自哪一個國家 那它裡面就弄了幾張 我覺得都挺厲害的圖 應該就是澳洲的國立大學 應該就是澳洲那邊的發現來的 那它就說呢 留意到根據他們的數據分析 就找到一些更加仔細的在地球那個叫做 Outer Core的那個結構 我們現在想的那個圖像很簡單的 一個圓形外皮的殼包著裡面一堆圓形的連容 然後裡面再包著一個圓形的彈簧 是一個這樣的圖像來的 但是現在呢 我們也要記住就是呢 我們地球本身有個轉動的方向的 就是說這一串的東西它是有個旋轉軸的 那現在就發現呢 在那個外核 Outer Core那裡 就是那個液態的那個外部核心那裡 就是夾了在那個內核和地板之間的那一層那裡 是再有些更加仔細的結構看到出來 就是這個外核它雖然整個我們認為它是一個液體 但是裡面的東西不是亂流的 實際它是怎樣的流動 我們還沒有搞清楚 但是我們幾乎就會 就是對它寄予厚望的一個地方就是什麼呢 我們很希望它透過了解這個外核 那些這樣的物質的行為 來幫我們去解釋地球的磁場是怎樣去來的 因為現在我們很清楚就是這個核心 尤其是這個外核的大小 基本上就決定了地球磁場的大小的了 如果未來地球一路冷卻多些 這個地板在 即地殼厚些 地板收縮些 外核都收縮多些的時候 那個磁場就沒有那麼強的了 那好了 那究竟裡面有一堆液體在那裡 為什麼就會令到有磁場呢 其實這裡是一個很難解的謎來的 在我正式講到那個發現了什麼結構之前呢 那我解釋了多少東西 我們譬如說我們怎麼理解磁場的來源呢 我們小時候去玩磁石 就是我們有塊攝石就有磁場了 這樣而已 那你會不會再追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那個攝石有磁場呢 那原來你看得仔細一點 你用原子尺度去看 就是因為你組成攝石的裡面那堆元素 就是我們知道的那個叫鐵磁的那些元素 它可以是Nickel Nick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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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就是一種叫做熟化元素 它是一種元素 是一種叫做熟化元素 它甚至乎可以是一種叫做熟化元素 整整齊齊聽話的 向同一個方向排隊 保持不變 於是當外面引導他的磁場拿走之後 他自己也保留著一個很整齊排列的磁場 當一些磁鐵仔向了一個方向很整齊排列的時候 他就有能力去團結就是力量 形成一個更加大的磁場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你去一些 尤其是鴨寮街最容易買到的 強力磁石 為什麼特別強力呢? 這麼小小的都很厲害 就是因為在他製作的時候 曾經在外面加了一個很強的磁場來引導他 令到裡面那個磁石裡面的材料裡面每一個的原子核 乖乖地向一個方向排好隊 但是有時候有些不乖排好隊的時候效應就互相抵消 那麼磁力就弱了 那麼現在就是說原來原生的磁力是這樣 就是首先裡面的東西要乖乖排列 OK 還有的就是什麼呢? 我們聽過一樣東西叫電磁鐵 就是有些東西你有個電流繞成一個線圈 通電 接著就會產生一個磁場在中間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知道兩個磁力的來源來的 在地球核心那裡有沒有一些電線繞成一圈來產生磁場呢? 我們看不到我們只有一堆流體的岩漿 而且裡面的東西就不帶電的 整體上是中性的 另外裡面就是說為什麼會不會有整塊磁石在那裡呢? 那就要問了 裡面的溫度很高的 一般來說裡面是說幾千度溫度的東西的 很多時候我們知道我們對於鐵這些元素呢 你將它加熱到這麼熱的時候呢 它最後那個磁力的特性就不同了 就是你以為那個磁鐵 放在這裡永遠有磁力嗎? 你將它就這樣放在雪櫃裡久一點 它都會有磁力越來越少 然後不止 如果你甚至將它的溫度改變 你加熱也都令到它的磁力可以是沒有了 那麼大家就不明白了 就是說裡面的溫度是成四千度五千度的東西來的 多數是鐵來的 照計在這個狀態之下 它會沒有了那個磁力的特性 裡面的東西因為發來發去的太重要了 它就不會再整齊排列的 所以大家是一個千古未解之迷 就是想不通地球的磁場是怎麼來的呢? 現在是根據我們懂得的那些電磁理論 我們是沒有辦法去解釋的 有人想一些方法但是解釋不完的 所以這樣就變成一個未解之迷 那好了 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才講到發現呢? 現在就是說會不會我們這些新發現是有助 幫我們了解到 就是解釋到地球磁場來源呢? 那希望就是說 當我們對於那個外核的認識多一點的時候呢? 那就會令到我們解釋 這個地球磁場來源更有把握 而且不止我們相信同一個機制呢? 地球不是獨有的 不是獨家的 對於任何其他的星球來講 都是用這種機制的 都會相信的 那所以呢 如果我們能夠了解地球內部的磁場來源多一點呢? 基本上我們可以解釋到很多我們太空上天體磁力的來源 所以是一個很偉大的問題 就是這樣解釋了 那好了 正正式說這個發現是什麼呢? 就是這幫澳洲國立大學的研究人員 他們就發現了 在那個外核的一個 你就覺得 你就可以想像它了 藍了一條腰帶 這條腰帶是有一個腰帶的結構的 這個結構上面的密度是跟它本身的外核 其他的物料是有輕微的不同的 輕微的一個地步 我們要很仔細的地震波分析才能夠分析到 而且我們還發覺就是說 這個腰帶的位置呢? 它的元素是稍微輕一點的元素來的 就不是鐵來的 就反而是比較多氧啊 和是直這些這樣的元素在這裡 都有鐵 但是它的濃度比較低一點 所以令到它 好像這個外核來講 都找到一個比較仔細一些 一些物料上分佈的分別 現在大家就是很想搞清楚了 如果我們知道這個結構是這樣的時候 就開始建立一個理論了 就是我們可不可以建立一個理論模型來解釋到 那個地球的磁場的來源在哪裡呢? 如果我們已知道它的物質是要這樣分佈的時候 會不會是能夠作到一個故事出來呢? 做到一個新的理論出來呢? 那現在就留了很多的空間在那裡了 就是以往一些沒有假設過這個外核 是有個腰封的這個圖像的話呢? 你就需要去修正了 會不會在你新的理論裡面呢? 你可不可以融入到這樣的觀察來幫我們解釋到 為什麼地球有這樣的磁場呢? 那現在就可以將這個問題推進了一小步了 那它如果說那個磁場呢? 可不可以由一個液態的金屬去引發呢? 現在就照計只能透過液態的金屬 因為它裡面的溫度很高的 它是在講的是四千、五千度那種這樣的級數 甚至乎有人說六千都不奇怪的 那你這個溫度就... 這樣說吧 在這個內核裡面因為它的壓力是最高的了 它就算在這個這麼高的溫度情況之下 它都是固態了的 但是它固態得來 它那個磁力的行為就跟我們正常氣壓之下 會可以不同的 然後外圍就壓力沒有那麼大 所以它高溫得來還是液體 我們猜的就是說 也都看到這個液體越是旺盛 它出來的磁場越厲害 所以我們就猜應該是跟這個液體 就是那些液體的動態是有關的 但是我們照計可以在實驗室裡去模擬這個情況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不知道是不是那個液體的金屬裡面有沒有磁場 我們可以做一個液體的金屬 去測試它有沒有磁場 可以這麼說的 但是問題是你那個實驗條件 能不能夠做到這麼... 這個實驗的條件很多時候是一個模型 這個模型是一個近似來的 我們做這個近似 能不能夠幫我們去純粹scale up 來解釋它整個東西呢 那暫時沒有實驗能夠做得到 也就是要知道 地球上面那個叫做加溫加壓技術的限制是去到哪裡 就是現在我們在說 我們今天稍後的節目其它時段會說的 就是會說 你就算在地表上面 你要去有個物料去克服一個 就是二百多度的溫度 然後那個壓力是... 大氣壓力的一千倍呢 你已經很辛苦很困難的 那現在在那個情況之下是更加不止的 那所以這個實驗那個技術所限呢 能不能夠做到同等的高溫高壓效果 來去研究這個地球核心內部呢 沒有這個能力 那地球的磁場 變大變弱變强 對我們有什麼影響呢 那我先前有提過的 那就是說 如果那個地球磁場突然消失呢 那就是我們就沒有了這個磁場的保護 太陽那些高能的射線 或者宇宙那些高能的射線 就會直接打下來我們那個 那個比較容易穿透了 就打了下來的了 那現在呢 就是有個地球磁場在那裡 尤其是那些帶電高能的那些粒子呢 就會被拉了去那個南北磁極的位置 就變成了那些極光 於是那些基本上那些帶電粒子 就很少射到那些南北磁極以外的地方那裡的 所以是一個保護我們的機制來的 這個磁場是 我們這次要結束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好